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BashShell 在上一讲中 我们使用Environment的缩写ENV 来查看系统的环境变量 使用Set来查看系统的环境变量 和用户自尽的变量 那么我们如何将用户自尽的变量 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Export 加上变量名 就可以将用户自尽的环境变量 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Export呢 将用户自尽的变量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呢 因为这里牵涉到变量的作用范围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编写软件的时候 这个软件呢包含若干个脚板 比如说假如说有这么两个脚板 S1和S2 这个软件当中有这么两个脚板 S2要用到S1脚板中定义的一个变量 如果它没有加上这个Export 来修饰这个变量的话 那么S2这个脚板当中就无法使用 这个变量 因为我们加上Export来修饰这个变量 而在S2当中 我们在启动S2的时候呢 系统会给S2分配一块内存 用来存储系统环境变量 而Export呢 可以将用户自尽的变量 移动到该内存当中 从而将用户自尽的变量 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 而我们当进入紫S2的时候呢 紫S2就会将 副S2的系统环境变量 全部读入到紫S2的内存当中 也就是说紫S2全将 完全继承 副S2的所有的环境系统环境变量 下面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名为NAME 我们来存储我的名字 零西域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的变量 内部变量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是零西域 假如说我们进入紫S2 那么现在我们的读取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在紫S2当中 这个变量 它的内容是空的 这时候我们先推出一下 假如说我们使用Export 将我们用 我们定义的这个内幕变量 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 这个时候 我们再进入一下紫S2 读取一下 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在紫S2当中 我们也可以将 用户自定义的变量 的内容 读取出来 因为我们在这里 加上了Export 将我们自定义的变量 变成了系统的环境变量 而对于在编写成语当中 使用这个Export 我在这里就不再具体介绍了 在今后 大家在编写 脚本的时候 要注意使用这个Export 将这个变量 变成在版软件当中 都可以使用的 这么一个变量 Export 我们先讲这么些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Boss下变量设定的规则 第一条 变量与 变量内容 以等号来连接 等号两边 不能直接接空格字符 而变量名称 只能是英文字母 与数字 但是数字 不能是 这个变量名称的开招 若有空格符 可以使用双眼号 或者是单眼号 来将变量内容 结合起来 但需要注意的是 双眼号内的特殊字符 可以保持原有的变量特性 但是 单眼号内的特殊字符 只是一个一般的字符 第四条 必要数 可以使用转移字符 斜线 反斜线 来将特殊的符号 比如像回车了 新号了 外号了 或者是空格了 转变成一般的符号 在一串指令中 如果还需要用 其他指令提供的信息 可以使用引用 也就是在这个键盘上 Table键上边 数字键1 左方那个按键 就是引用 这样一个点的 一个点 若 该变量为扩增变量内容时 则需要用双眼号 和Dollar变量名称 比如 PASS 等于 双眼号 双眼号 那是DollarPASS 然后后接猫号 -home 来继续 看一下变量的内容 第七条 若该变量 需要在其他的 程序中使用 可以使用 Export 将变量 变长系统 滑进变量 也就是我们在刚才介绍 Export的时候 所说的 这输入Export 列出系统的所有的环境变量 取消变量的方法就是使用 Asset 后接变量名称 下面我们再来 一条一条来看一下 比如刚才所说 变量和变量名的内容 使用等号来连接 而且两边 不加任何的 不加空格 假如说我们加一个空格 等于 然后 i 大家可以看到 列出显示错了 而假如说name 直接接mine 我们来读取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name的变量内容 就是mine 我们来看一下 变量名称的 刚才提到 只能使用数字母和数字 而且字母不能开头 假如说我们使用1name 来看一下 等于假如说 07月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commodel not fun not fun 明明没有发现 在这里 假如说我们使用name1 等于 07月 好 没有出现任何提示 应该是正确的 例目1 大家可以看到 开头 是英文字母 固解数字 这种方式 是正确的 命名方法 在这里呢 我这使用的 辨量名称呢 辨量内容呢 已经使用了这个 双眼号来 向它 包含起来 因为这里边 以这个空格 假如说 我不是用双眼号 n1 那么等于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 反映线 加空格 来转移一下 然后再加空格 转移一下 因为 这个时候呢 归车 照样 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应该是n1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 没有使用双眼号 而使用反映线 来转移了 这个空格字符 能够达到 使用双眼号 能够和双眼号 能够达到相同的目的 还是我们使用单眼号呢 例目1 单元单眼号 现在 还是免兴 吧 免兴 免兴 单眼号 准车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使用单眼号 也能达到 相用的 相同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一串命令当中 使用到 其他的 提供的信息 假如说 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是 Path 等于 这里要使用双眼号 LRB Audio 这里我们使用 影响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FS 本眼号 我们CD Path cd 加上 你的小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到达了 系统能够 在这里呢 这一串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系统所支持的 文件系统 在这里 这个unimgr是我们系统的 我们看一下unimgr 是我们当前系统的这个版本信息 在这里呢 我们在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 使用到了这个命令提供的他的信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引用 也就是tip键上方 上方 速度键1 左方的那个按键 按下的字符 我们来看一下 二进制媒件搜索的路径 eco dump 在这里 这个home 假如说我们再加上一个 pth等于引号 假如说我们加上这个home下面的 list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 首先将 在这里其实首先将这个part内容读取出来 然后再加上more 将这个 路径呢 给延长了 也就是说将这个part的内容进行了 再加 这个呢 在我们以后的在 延长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用到 对于export 我们 在单独介绍export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介绍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anset 将这个变量名给取消 然后我们现在先读一下 刚才的这个part 小几的part 是这些 假如说我们现在anset bth 再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变量名已经空了 好 对于bush变量设定规则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语系元件的变量 是local 而local-a 可以显示系统所支持的 所有的语系 改变系统支持的语系呢 可以修改etc 下边的system configure 下面的i1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语系的问题 我们使用local 看一下 当前我们系统支持的语系呢 是美国英语 utf 当然 假如说我们变成汉语 的话 简体中华的话 我们可以说language language 全部变成了我们中华-cn 也是中文简体 假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系统游戏方案件 看一下cat-test.tft 肯定是我是 我们先编辑一下test.tft 更简体好 我是 你 西洋 绿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可以输入中文 催修 再说我们将这个语系变成language 等于en-us-utf-bomb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语系 再说呢 变成了美国英语 我们是来看一下 是否能够打开这个文件 在这里能够正常的显示 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不更改这个语系 我们无法 就是 有时更改语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汉语 可能显示的是一些乱码 当我们在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碰见一些乱码 那么 假如说你知道你的系统 这个里边的文件是汉语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考虑 那么你可以考虑修改这个 语系问题 修改一下语系 将这个美国英语 变成中文简体 只要修改这个language 将它变成中华 -C CNNU大写 UT UTF8 也同学大写 UTF-8 就可以了 不过有些时候 即使你将这个语系 变成了我们中文简体 它依然是浪码 这个时候呢 要修改你做使用的远程动作 软件的一些操作 比如我们使用 在使用Secret CRT的时候呢 我们就修改这个地方 Sensition Appearance 将这个字符级 Corrected Recording 这个UTF-8 假如说是Default的时候 我们要将它变成UTF-8 就可以正常显示汉语了 假如说我们变成默认 Default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的Test的TFG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能够正常显示的 显示汉语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浪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修改这个地方 将Sensition 这个字符级 Appearance的 Corrected Recording 变成UTF-8 然后再读取一次 这时候 就能够正常显示 参与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今后遇到 浪码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 修改语系这个问题 也要考虑 你所使用的灯物软件 它的Test所适应的环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ETC下面的系统配置 文件 18i 在这里 我们系统默认的语系呢 是美式英语 UTF吧 如果你想让系统 默认的语系呢 是中方-CN的时候 那么你主要在修改这个文件 就可以了 使用UI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UI F-8i 将这个Language 变成中华-CN就可以了 就是 将这一行的变成 中华-China CN大写 UTF-1 就可以了 这个 然后再重新启动 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系统 默认的语系呢 就变成了我们的中华间谍语系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修改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变量的键盘读取和声明变量 首先来看一下 从键盘读取变量内容 我们可以使用read 然后接参数有两个 一个是phd 然后接变量 钢P 后面可以接 提示符 接 钢T 后面可以接秒数 来限制我们的等待时间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read 叫我们输入read 然后接一个变量名 假如说变量名是namo namo1 namo吧 现在 这时候呢 你回车之后 在这里 等待我们的输入 假如说 我输入 mynamo is 你 西域 回车 然后echo读出来 然后echo读出来 就可以了 mynamo is 林西域 二时候我们加上 钢P三数 read 钢P 反映要 please input 下 下 下 nameo 号 然后 然后 后接变量名称 这是我们输入 结束 0 西域 回车 图一下 match money 好 怎么样 在这里加钢P三数 只是提供他就后边加一个提示符 假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加上刚提三数 在这里 刚提十秒钟 车在这呢 等待我们的输入 只能等十秒钟 我们现在输入 以西域大写的车 我们图一下 内幕 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输入的 以西域 假如说我们刚将这个时间变小 就是一秒回车 然后 好 好 再说呢 我们还没来得及的回车 已经过去了 现在 就是说还没来得及的回车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 这个内幕变了内容已经变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输入的 ad afd 它内容呢 依然是离去 就是说 如果时间已经到了 而你没有按回车 那么 就不会 读入从键盘输入的变量内容 假如说我们现在再读一次 好 快速一些 读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秒钟之内 我们迅速的输入这些变量 输入变量内容 回车 这个时候呢 就会 内幕的变量内容呢 就会变成我们刚才所输入的变量内容 这个 在今后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以为你实验到了 你已经输入变量了 但是你没会按回车 这个时候呢 系统变量内容是不会变的 你必须得 输入变量 变量内容之后按回车 它的内幕的变量内容 才会改变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declear和tipset 它其实是一样的 后接参数是arx 然后后接变量 如果你是后接 -a的时候 变量 生命的变量就变成了 就是数字 如果加-a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后边接的是一个整数数字 如果-a的时候 变量为直足的 如果-a的时候呢 变量变成系统的环境变量 好 我们来看一下declear 以前假如说我们输入一个summer 等于 1加2加3 我们回车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 这个summer变成了6 大家可以看到 summer呢 正然是1加2加3 也就是说 像普通的定义一样 它将123呢 1加2加3呢 变成一个字符章 给处理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declear -e-c-l-a-r-e declear-i summer 声明 summer是一个整数 1加2加3 3加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ummer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summer不是一个字符章了 而是一个整数了 假如说我们进入bus 进入子事 来输入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summer呢 依然是空 我推出去 我们这个时候呢 使用declear-x-summer 这个时候呢 加上declear-s 就可以将summer 变成这个系统的滑行面量 我们再次进入子事 e-c-summer 这个时候呢 在子事当中 就可以 也可以读取出 这个summer 这个整数的变量内容 是10 我推出去 我们在读取 变量内容的时候 我在这里默认的时候 是使用这个 直接接入变量内容 再可以读出 变量内容 这个时候 一切式的 我们也可以加上 双眼号 也到了 summer 其实读出的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这样 使用 大口号 也可以读出来 从当然 也可以这样 这种方式 读出来 也是正常的 也是显示出 这个summer的变量内容 这几种方式 在不同的时候 就要根据它的 实际记忆的 变量的形式 来使用 假如说 我们来看些变量 假如说 A1 1 A2 2 A3 等于3 这个时候 我们读取的时候 假如说 我们是直接 echo 起到了符号 A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是直接接变量 变量变身 是不能正确读出来的 假如说 我们使用 echo 银号 银号 A 这个时候 也不长 因为 就这种方法 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再来试一下 到的符号 A 打符号 A1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 也可以打 另一种情况 是这样 银号 到了 A 转移取了 转移取了 A 这就行了 也是可以的 如果将这三个面量一起读出来呢 像说不这样 A 等会好 一起读取了 看看 A 2 和符号 A 这时候呢 可以将它的变量内容 全部读取了 当然 为了保险起研 我们又加上这个双摇 双摇号呢 可以 双摇号内的特殊字符 预言保持它的变量特性 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最保险的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能够正确的显示 数字的内容 但是呢 前面这两种 没有正确的显示 这个数字的变量内容 大家在今后使用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 对于数字 我们就要使用这两种方式 当然 以这种方式对加 好 对于数字 AI 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 本次讲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